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鐵系統 就在163年在倫敦啟用 到現在已經有155年歷史 除了這麼美的維多利亞式建築之外 它還有很多平時你未必留意到的窩心風景 地鐵不止是一個地方城市化的指標 人民的貧富、文化質素、社會的繁榮、科技發展 都可以一一在地鐵規探出來 今次讓我們探討一下倫敦地鐵的公共空間 倫敦地鐵路軌全長402公里 是全球第四場 平均每日有350萬人次乘搭 一開始起路軌要停止路面所有交通 撐住兩邊的房屋挖出一條大溝渠 起好之後才封頂重新鋪路 後來一位英國工程師發明了隧道鑽掘機 可以在地底向前開鑽 而不影響路面 他還為設計申請了鑽利 原柱形的挖掘軌跡 就為倫敦地鐵帶來TOOP這個名 去過倫敦的或者都會見過這塊白板 上面療癒的金具 為營營逆逆的路人送上心靈雞湯 我們在奧遁鑽站 這個就是曖昧的思想 14年前 這個站的職員Antoni Gentels 感覺地鐵站的氣氛冷漠 大家只顧著趕路 很少留意身邊的事物 於是他就開始了 這塊為城市人打氣的金具版 現在59歲的他已經是站長了 寫金句的任務就交給同事Glan接手 Glan管理的Twitter賬戶已經有3萬2千個粉絲 Glan管理的教授 通常人們會通過 他們會繼續的旅程 但當你看到他們上升 有很多人會停止 他們會觀察 他們會拍照 他們會留言 他們會留言 很棒 遇上災難發生 或者名人離世的紀念日 他就會抄寫相關的句子 表達哀悼 它們有很多部位的部位 我們有很多部位的部位 我們有一個部位的部位 有約10部部位的部位 有10部部位 我們有Clapham North Wilsdon Green 然後 North Greenwich Covent Garden 有些部位 有些部位的部位 有些部位 我最喜歡的部位 是 你必須很羨慕 你自己身上 並不羨慕 別人看見你 除了打氣字句 白板旁邊的飄書書架 亦都是Glan發起的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為一個部位 更好 那會讓這個部位 更好 用椅子 用椅子 人們可以來 寫書 坐在椅子上 放在椅子上 他們會做好 我們最好 適合我們 保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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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了 London Underground 我的名字是Matt 我已經在乘客 30年了 在25個市中心的車站裡 你會找到一共39個這樣的黑色半圓 它代表著合法的賣藝區 不過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霸佔表演 你必須擁有優惠 所以你必須擁有優惠 你必須擁有優惠 然後你得到優惠 然後你可以開始賣藝區 地鐵公司 在2003年開始發牌 每兩年 輪選一次合資格的賣藝人 四年前的試音 有4000個申請者 欠280個位 競爭都相當激烈 你每次遊玩 兩小時 我現在要到達6至8 如果他8時不停 我可以再持續2小時 如果他不來 我可以到達到晨晨 然後賣更多錢 在繁忙時間 例如星期五的7至10點 和周末 選眾人流比較多的車站 距離每個小時 可以賺到50至60磅 當紅歌手Ed Sheeran Jesse Jay 未出道之前 都曾經在地鐵站玩Busking 對比香港地鐵 對公共空間的監管非常嚴格 根據香港鐵路負例 在地鐵的任何部分唱歌 跳舞或演奏樂器 會被罰2000港元 而表演收錢的話 更加會被罰5000港元 你說這樣是反映香港循規道具 還是扼殺創意呢 下次想認識一個城市的時候 又不妨由觀察地鐵入手